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所以我在讲 应该不能叫服务贸易协议 应该叫做什么 服务投资协议 因为它里面最重要 就是涉及到人员跟这个资金的移动 这种让中国人士可以来台湾 其实对台湾会严重冲击到台湾的工作机会 这是我们目前大家最有争议的地方 所以我刚刚有特别提到 我们这一次的服务贸易的谈判 比较去看那个项目 它的附件一 中国要求台湾开放的项目 大部分都属于非特殊法业 美法 餐饮 运输 仓库 印刷 其中还有一项 我也觉得很奇怪 开放公路 桥梁跟隧道的管理 我觉得这个 他真的有点 真的我不太清楚他来讲 你去看里面 那一项 中国对台湾没开放那一项 但是台湾对中国有开放一项 桥梁 隧道管理 这个重要的这个硬体建设 假如这管理是掌握到敌对国家的手里面 其实对台湾的极桥梁 这些非特举的行业有一个特色 它的技术层次很低 所以我觉得美容业的那些跑出来讲 我们连锁店比它什么什么竞争力强 但是关心的 连锁店可以外移 关心的是什么 你在你住家周边那一些自营者那些小的美容院 那些美容院一旦受到冲击 影响的不是一个人工作机会而已 影响的整个家庭的生机 我觉得这个就显示我们这个经合会 你看经合会 你看这个入尔会 送给立法院的报告 你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咨询各种产业 可能的冲击的时候 就漏掉这些 就是没有 美容 还有餐饮 运输 仓储 印刷 我不知道它是故意的还是逛 还是什么 只要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一看 那这个问题在哪里 这个都涉及非贸易产 对不对 你的运输 仓储都是在地的 而且这一些非特许行业 我刚刚讲过 美法餐饮 越南人或是菲律宾人来这边开 即使它开得再好 很难跟在地的 国内的一般的这些业者来竞争 因为文化语言 语言跟生活习惯差异太大 好 但是台湾跟中国这方面的差异又特别小 所以等于中国的这些行业的服务提供者 一旦进入这些行业以后 它完全没有障碍 它变成这些行业的一个强力竞争对手 加上它成本又贏了 所以这个是 中国都会考虑到这里 我不知道马英九是不是真的是为了连终自来 所以我这边再讲 这个宜居以后也变成 形成我们台湾的未来政府一个很重的财政负担 你到香港 新界就知道 我这次特别去香港新界 那里面有一个香港政府提供的公共自在 都是中国的人士来这边 他没有工作的 他这边可以享受很多服务 使用他带来的资金 对香港政府形成一个严重的财政负担 未来台湾就有了 我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一次包括反对党 都是在一个市场开放的框架下来谈对产业的冲击 但是很少从我刚刚讲的几个面向来谈对台湾社会的冲击 我觉得这个尤其对台湾政治的一个负面的效益 我觉得这个不能够服务 好 这我要讲 会压缩台湾社会也能自由 所以台湾民主以后还会再倒退 因为过去我们的线上购物 很多很多线上购物的业者到中国没办法 没办法一业 为什么 他说你有意识形态 所以他拒绝 所以我们在台湾没办法做到中国的生意 所以这一次这个服务贸易协议 对电子商务服务 他仍然不允许跨境提供服务 所以你要去一定要到中国设立商业据点 你设立商业据点不表示可以取得许可证 因为他还有一个什么 他所谓ICP许可证 ICP的许可证 你要取得 你要通过他的ICP的年度检查 好 这个年度检查你就开始要在你的发言 要自我设限 自我检查 最后你所有的综合性的那个路口网站 或是所有的那些 你都要自己要做新闻检查 言论检查 所以台湾未来的社会的言论自由 会受到搜索 你现在看 但是这一项 他也没有说承诺 一定以台湾业者申请ICP许可证 一定都没有问题 没有 他是允诺什么样 协助而已 所以到最近 只有三家外职通过取得的ICP 你看在Google 为了要取得 多困难 ICP的年度检查里面有什么 你要签一个承诺書 然后你要承诺所提供的服务 不会破坏国家统一 破坏民主团结 破坏社会肯定 这个随来说你会不会破坏国家统一 这个就是变成 你为了要通过这个检查 所以你要自我设限 如果存在这些问题 要依法接受主管部门的处罚 所以你永远都面临 每一年都有面临这个 他要审查的一个要求 这个审查是 结果你现在在台湾 有一个路口网站 我们不要讲哪一个网站 然后呢 你为了到中国做生意 结果你开始 对你在台湾所有的什么 然后要自我设限 这个非常严重 所以我这边特别的讲 他并没有保证我国业者 可以取得ICP的取得证 通过ICP的零度结果 他摆在这边就是要你 这个言论自由自我设限 然后你的在整个 当台湾整个社会呈现的声音 都没有独的声音 只有统的声音 只有统的声音 我想这个就要 好 所以中国在这个开放这个 有他很深的一个战略目标 我觉得马英九其实他不笨 这一点他不笨 他是配合的 还有 接下来 无贸协议污略掉两国组织的 产业组织的差异 这个怎么讲 我这边 这边因为我们都认为说 这个中资来台 他好像都像民营企业 但是几乎所有的民营企业 你看他背后都有官方资本的社 就是官方的社产 所以官方的社产 他来台湾 不管是经营服务业也好 投资也好 有他一致的战略目标 我们台湾好像都认为说 在商言商 他的在商言商 因为他有官方资本的社产 他一定有他的战略 统战目标 所以我这边举个例子 我们台湾对这个 中国的零售服务业 仓储服务业开放 而且开放他跨境提供服务 跨境提供服务 假如马英九在任内 又把这个中国农产品再开放的话 他这个跨境服务 会摧毁掉台湾的农业部门 还有中小企业 好 然后我这边就讲到 慢慢就是这样 他的最重要 产业组织来台湾 其实是要影响整个 台湾农业部门或中小企业 他的价格 这个观念 他不需要赚钱 在台湾赚多少其实不重要 而是要迫害你的整个现行的市场经济体系 那个捞乱你的整个市场经济体系运作才是重要 我这边再讲个例子 这个也是一样 印刷 他来了 印刷业来 虽然只能合资 不能赌 但是合资的结果 他把这个价格压得很低 你其他的 台湾国内的印刷业只有两条路 要不然怎么样 你跟他抢架 要不然就退出市场 但是印刷业对中国而言 他是高度反制 他有他的政治问题 假如他把国内的大部分的印刷业都打败了 结果 可能我要去找一家 或是杂志社要去找印刷厂印刷 只要在这个杂志里面有反中言论 你可能都没办法印刷 你可能被迫到国外去 成本都好 大家是想到说 这个印刷来了以后 我们有竞争 但是这一些印刷都属于特许 好 还有一个 就是很多 因为我们 台湾跟中国之间的市场形态差异很大 中国假如他的对服务的需求量太大 占台湾市场变成一个有独买的力量 就是我决定 就像中国观光客 中国观光客 可能占台湾的外籍观光客里面八成九成 这个时候 中国观光客就形成在台湾的观光业市场里面 形成一个独买的力量 独买的力量有什么问题 我这边稍微说 这个事已经发生过 好 他独买 我们现在对中国的这个旅行社开放到台湾 在服务协议里面 讲得很清楚 你来台湾开旅行社 只能做在地的生意 你不能去接中国观光客 但中国的国营旅行社很清楚 他也不会透过服务协议进来 他利用假港支 他已经买了大概三家的这个台湾既行不散的旅行社 他进来以后第一步怎么样 压低这个所谓的团费 地阶社的团费压得很低 你在台湾在地的旅行社做两条路跟刚刚一样 要不然你就跟他拼 要不然怎么样 你就退出 现在已经低到什么 每天22块 22到25美金左右 但是在中国的组团 组团 团费 就是七天八夜 人民币还是要四天到一万 所以他可以在里面赚很多的差价 一方面把你整个市场打乱 所以马英九讲得很天真 他说台湾都是完全竞争市场 所以这些中资企业来台湾都不会形成独占 他是要破坏你的完全竞争市场 这种不公平的竞争 完全竞争市场被迫害 很多人选择退出 其实到最后他还是可以很快 好 这是我今天讲的